如何度觉你家孩子吃路边摊哦 喂小伙 小伙来一份附屋玉米啊 放学就回家 不要吃路边摊 家里有饭吃 你妈手艺假天下 路边摊不卫生 吃了烤铃蛋 反复使用油不健康 家里饭菜就是酸 路边摊是我快乐 那你今天又打算吃啥呀 给你烤肠 看来我的路边摊又要营业了 烤肠工具我也买 玉米粒跟派桑也已经搞定了 我特意做了功课 这个风靡笑门口的热门小吃 叫什么 或是可尝 这个命方我已经学到手了 洋葱胡萝卜打碎 与肉泥混合 真的好强 然后玉米粒我得多放点 外面的也就偶尔能吃到几粒 多不过瘾 再来四个鸡蛋抓不到黏糊状 我尝个味 它这个不鲜美 我不确定外面的烹箱味有没有很活 我还是用我的方法提个鲜吧 最后这状态是有点稀的 装到表花袋紧模具里 突然又想到一种甜口的 诺唧唧的也很受欢迎 直接在玉米粒里 加糖 糯米粉 牛奶 也抓把匀 就是奶香味的玉米茶了 两个玉米糊搞定 先再加小试一下 急的时候要多够模具才能转圆 挤完赶紧插上签子 小吃就必须得快 因为客人等不了太久 收尾定型就得赶紧翻面 不然凝固了可就转不圆了 做法吧 感觉有点类似摘于小鼻子 哇 这油滋滋的 听声音就能馋哭放学的孩子了 那外面呢 是会蘸个烧烤料的 但我这不蘸也已经非常香了 而且一口下去 哇 好多玉米粒 其实我更期待甜口这个 这个需要手挫个大概 做法跟咸口那个一样 我翻 我翻 我转 再转 脆皮黏勾玉米肠也就好了 这个外面要蘸个神奇的白糖 哇 甜甜的 诺唧唧的 还能拉丝 我这要是出台 绝对的真材实料 你这拿买个玉米 味道不错啊 这个啥小胖玉米啊 对比邻居推荐的呀 一株一磅 说是玉米界的按马仕 平时直接吃也挺方便的 撕开口 微波炉五分钟就行了 哇 已经闻到玉米香了 吃起来黏黏糯糯的 比之前买的鲜甜很多 所以今天我就用这个 颗粒饱满的玉米 做玉米烤肠 说到路边摊 我还得多拔点玉米粒 最近超过的那个 铁板铺布玉米 也给它安排上 彻底满足它 吃路边摊的饮 来在它的毕竟之路 还有时间 先做起来 散发香味 这个做法其实特简单 铁板上放好多好多玉米粒 来点黄油 炒啊炒 嗯 香味已经出来了啊 放糖放链乳 放超多芝士 请教我芝士侠 芝士彻底炒化了 就能拉出瀑布了 哇 这个在路边 确实用人呢 这小子过来 小伙儿来一份瀑布玉米啊 哎 我说你干嘛呢 干嘛了 赶上做玉米了 来一份芝士玉米吗 来来来 够吗 孩子 我拉死了拉死了 今天你能吃多少 甜米吃完 还有玉米肠的 甜的和咸的 你要哪个 甜的 好吃吗 嗯 哦 路边吃的就是香 跟我说什么话 你还要弄去我们学校门口版啊 我怕说你啊 没人捧场啊